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本期视频我们重点来看个股 先来看SEE 文件显示 SEE正在寻求发行1100万份美国存托凭证 这是今年规模最大的股票发行 这笔交易将推动这家东南亚最大公司的全球扩张和收购 它还打算发行25亿美元的股票相关债券 这意味着SEE可能通过发行股票 和可转债 共募集约63亿美元 SEE今年已上涨于70% 但目前下跌 首先 高位融资是正确的 对企业有利 SEE在2019年1月股价最低时只有10美元 目前是超过了300美金 在市场给高估值的时候增发 绝对是良机 因为在风口上 公司能够轻易募集大量资金 是一个把资产坐实的好机会 包括投资战略和收购 这是SEE在过去不到一年里的时间 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融资 去年12月 SEE以每股195美元的折价发行股票 共募得25.7亿美元 SEE还在2020年5月 完成了10亿美元的可转换债权发行 按照以往的经验 每次受增发股票的影响 SEE的股价都有所下跌 去年的下跌幅度一度接近13% 短线需要小心了 美国证监会警告称 如果Coinbase继续推出 允许用户通过借贷加密资产 赚取利息的计划 将起诉Coinbase 因此 Coinbase将把借贷产品的推出时间 至少推迟到10月份 目前 允许加密货币所有者 以借出该项资产 以换取利息的项目 在世界各地政变得越来越普遍 但SEE认为 该产品设计一种证券 所以应该符合现有的证券法 遭SEE威胁起诉以后 Coinbase的CEO 指责SEE的行为太粗暴 双方的风起在于 Coinbase借贷项目是否构成证券 Coinbase的法律团队回怼 诉讼应是最后手段 而不是第一手段 而且外界认为 SEE的理由并不那么充分 对原因的解释也不明朗 其实 Coinbase已经就接待产品问题 与SEE接触了近六个月 背后的利益太大了 这个规模或许达到百亿美元 虽然双方没有达到共识 现在把风起带到媒体上 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 一些股东正在抛售Coinbase的股票 原则上只能拥抱监管 Coinbase能够做的似乎并不多 冬天炒大鹅 夏天炒Lulu Lulu这一波疯狂 还是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Lulu财报发布 出人意料的好 我们先说重点 之前我们说过 从季节因素来看 过了夏天 都是焚高减仓的时间去 我个人全部止盈了 卖出了 虽然没能卖在最高点 但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如果你继续持有 也是可以的 但短期上涨 没有太大的催化剂了 总体来看 公司业务稳固 长期内是有吸引力的 但估值可能限制 短期股价的上升潜力 目前 LuluLemon的股价 远远高于零售板块的 平均市盈率 公司通过持续推动 利润率扩张 和实现经营杠杆 来推动更快的利润增长 希望证明该股没有被高估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财报 Q2净利同比增长140% 毛利率增加了310个基点 净营收同比增长60亿 Lulu在第二季度 新开了11家公司经营的盟店 目前有534家盟店 对于供应链方面的问题 处理得非常好 推出了令人振奋的新产品 在渠道和地域方面取得了优势 并宣布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对于2021年第三季度 提供了好的展望 后续 Lulu我们会在明年继续买回 接下来会把目光 重新放在大额身上 逢低去息大额 点位之前都说过了 如果有耐心的朋友 可以一起 祝大家好运 上期视频 我们分析了联邦快递 观众似乎对于 美国银行推荐的股票 比较感兴趣 美国银行发布的 最值得购买的股票季度清单 美国银行认为 这八只股票的选择 是高信念的投资理念 在将来的某个时候 会出现看涨催化剂 第一家Affirm 分析师表示 先买后福公司Affirm的 第四财集盈利报告 和2022财年初步指引 将成为该股的积极催化剂 鉴于Affirm与Shopify的新关系 以及Peloton之外的积极业务势头 目前分析师 对于2021年和2022财年的收入 和商品总值的共识估计可能过低 预计 2022财年的收入将增长41% 高于38%的一致预期 来看第二家 CNH工业公司 该公司是一家全球农业设备制造商 分析师表示 CNH有几个长期看涨的催化剂 包括蓬勃发展的农业经济 对精准农业的投资增加 终端市场的复苏 以及最近以21亿美元收购了RAVN 分析师表示 该股还将经历盈利数倍的扩张 近期的催化剂 包括可能出现的盈利增长 强劲的基本面 美国银行对CNHI股票的评级为买入 目标价为25美元 第三家 EPR地产 EPR地产公司 是一家净租赁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 专门从事体验式物业 分析师表示 EPR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价值 其交易价格 比它估计的净资产价值有很大的折扣 在第三季度 EPR将遵守其债务契约 这将使其能够恢复其股息 并恢复外部增长 如果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最终与它估计的一年期 远期资产净值保持一致 EPR可以为投资者 带来可观的上升空间 美国银行对EPR股票的评级为买入 目标价为62美元 再来看第四家 EWBC 这是一家专注于美国 和中国市场的加州银行 分析师表示 该公司是整个银行业中 投资者风险回报最好的公司之一 他说公司在2021年 6%至8%的贷款增长值盈 有上升的潜力 分析师说 东西方公司的美股收益 与短期利率上升成正相关 通货膨胀率上升 和美联储关于缩表或加息的评论 可能是近期看涨的催化剂 美国银行对EWBC股票的评级为买入 目标价为100美元 第五家 就是我们昨天视频重点说的联邦快递 分析师表示 联邦快递仍然是顶级的运输股票选择 联邦快递的价值被低估了 而且有多个长期的尾部分向 应该能支持该公司核起股票 他说 联邦快递目前的估值 反映了对疫情结束后 可能对运输量产生的潜在负面影响的 过于谨慎的看法 在第三季度 企业合同的重新定价 和利润率较高的企业 对企业货运的增长 可能是看涨的催化剂 美国银行对联邦快递股票的评级为买入 目标价为372美元 第六家 第一太阳能公司 股票代码FSLR 这家公司我们之前也说过 这是美国最大的垂直一体化 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 分析师表示 该公司是处于最佳位置的太阳能股票之一 是唯一可行的地化格薄膜面板供应商 渠道检查表明 供应链的中断将限制 2021年下半年的晶体硅面板生产 这种中断 不会对该公司的生产造成重大影响 但它会提高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 提升利润率 其他近期的催化剂 包括第二季度的收益 和基础设施法案的头条新闻 美国银行对FSLR股票的评级为买入 目标价为110亿美元 倒数第二家 蓝姆韦斯顿控股公司 股票代码LW 这家公司比较陌生 是美国领先的冷冻马铃薯产品生产商 分析师表示 随着食品服务封销商和休闲餐厅的全面反弹 该公司有能力恢复到大流行前的业务水平 公司有较好的销售增长和利润率扩张的机会 值得以高于其同行的估值进行交易 但是同时 由于疫情的影响回之不去 第四财机的收益可能会继续低迷 然而 第三季度对定价和产能利用率的渠道检查 可能是看涨的催化剂 美国银行对AOW股票的评级为买入 目标价格为100美元 最后一家就是埃克森美孚公司 股票代码XOM 这个和原油价格密切相关 分析师表示 埃克森美孚是他第三季度的首选石油和天然气股票 他说 投资者低估了埃克森美孚的勘探和生产 炼油和化学品业务提供的投资组合灵活性 埃克森是最有可能 在未来的炼油利润率中出现反弹的石油大户 他甚至有可能自2019年以来首次提高其股息 美国银行对XOM股票的评级为买入 目标价为90美元 那么到底胜率如何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上个季度 美国银行第二季度最值得购买的八只股票 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贴图 这里就不再具体展开了 大家可以参考过去的表现 来观察美银给出的标的是不是靠谱 以上仅仅是给出的一个整体介绍 所有的标的只是分享 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继续做一点研究 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投资是一门玄学 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 做好研究 做好投资 做好价值发现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祝大家操作顺利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